哈囉大家 今天來做個拿鐵齁 因為我上一次買的牛奶 現在用了大概一半而已 可是它已經快要過期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趕快把它 給消耗掉 那說到這個牛奶齁 最近牛奶一直在 漲價 其實我覺得對消費者來說 可能他們比較不會去記得 牛奶的價錢因為 因為你們在買牛奶的時候 可能就是去超市裡面 然後一瓶一瓶拿 然後可能每一次它的價格 都會有些微的調整 但是我記得比較清楚是因為 我們的牛奶都是 請廠商配送 那當然價格會稍微比零售 低一點點 好處就是廠商配送 我們的價格每一次都會留一個發票 然後我們會記帳 所以對牛奶的 價格來說我們算是記得非常清楚 我記得當初我剛開始 使用這一家配送的時候 我是用那個開原食品的 煉職人 牛奶 這個牛奶齁 我記得當初剛開始 進貨的時候 每一瓶是五十 五十塊吧 五十塊左右 詳細可能要再查一下單據 那現在呢 好像上禮拜 廠商跟我們說要漲到多少 等一下 我先專心裝這個好了 廠商說要漲到七十塊 批發價七十塊 其實 這個漲幅有一點 有一點高 對那其實不瞞大家 上禮拜我跟老闆娘 其實討論了一陣子 到底要不要 拿鐵類要不要漲價 那 我自己的立場是覺得說 就是反正我們一瓶 那個紙盒裝的牛奶 其實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做個三杯到四杯拿鐵 那你漲五塊錢 每一瓶漲五塊到七十塊的時候 本來是六十五 六十五還六十六啦 反正就是漲了 到七十的時候 變成說你可能每一杯拿鐵的成本 提高了一塊錢 那我後來想一想是覺得 還不用漲啦 因為其實我們店目前來說 主要的營業項目還是賣咖啡豆 那拿鐵啊 就是外帶咖啡這個部分 算是 反正店就在那裡開著嘛 咖啡機我們也開著啊 因為我們去就是會喝咖啡 那我們就是有賣 所以我們的價格是拉的比較低一點點 其實我 剛好這陣子不是有在出清一些 我的二手的濾杯嗎 就是因為我在整理倉庫 我有找到一份2015年 我的菜單啊 我自己店裡面做的那個外帶菜單 那個時候還是把它做成 明信片的那個規格 然後寫在上面 我去看了一下他的那個菜單啊 反正我自己是知道很久沒漲價 但是我2015年的時候菜單看到發現 我好像從2015年就是開始賣 外帶美式50塊 然後拿鐵70塊 那如果你有加一些什麼焦糖真果 那個就是變80塊 因為加了10塊是我們算過的 剛好就是那個糖漿的成本 所以其實變成說 牛奶大概每一杯也是 20塊左右啦 我們自己有抓過 變成說其實我們每 賣出一杯咖啡 其實我們賺到的錢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 基本的 基本的那個利潤抓住之後 每增加多少成分 我們就把成本加上去而已 那其實 也算一算到現在可能已經7年了 7年沒有改了 那我當初做那份菜單的時候 我相信他也不是 就是 剛開始改價格啦 所以其實 後來想一想 我這個價格好像也是撐了滿久的價格了 從開店到現在 我們曾經經過了一段 就是價格比較波動的期間 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還在抓 我們內用外帶的那個價格 該怎麼去調整 那 後來就是一直維持著 外帶美式50塊 其實訂這個價格是因為 就是 客人比較好拿錢 比較好拿錢 然後找錢也方便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盡量都不去訂一些什麼 比較 零散的價格吧 比如說像是 75塊啊 我還要再去拿5塊錢的硬幣 可能購物帶加1塊 這個我就 不喜歡 我都加5塊 而且加5塊確實 確實可以讓很多人 選擇不要用購物帶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對 那 其實這幾年 很多的東西都在漲價嘛 咖啡豆啊 齁 然後牛奶啊 我還是想說 唉唷 就 給大家一個方便就好 齁 外帶咖啡嘛 就是 讓大家 有路過的時候 買一杯 喝的 開開心心的 齁 中規中矩的咖啡 對 我也不敢說我自己的咖啡 是什麼 多厲害的咖啡啦 我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不敢在我自己的 咖啡上面宣傳說 我的咖啡很厲害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 我做的事就是把 人家農民 齁 辛苦種的 濃縮物 然後把 弱農辛苦做的 牛奶 然後拿來加工 拿來加工 然後把它弄到安全 可以喝的一個狀態 就這樣而已 對 我不覺得我的功勞 特別大 只是 最近出門啊 其實我都會去買便利商店的咖啡 買路易莎的咖啡 我發現 因為我都喝那個 精品美式啊 齁 就是 7-11就喝精品美式 然後全家就喝單品美式 路易莎就喝莊圓美式 我發現 我好像比他們便宜耶 還是因為 我不是精品 不是莊圓 齁 有說這些字齁 就是 加上去當一個商品的加分 齁 那 呃 我相信所有的咖啡豆 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齁 所以 即使你今天用沒有那麼高成本的豆子 那 其實 你經過仔細的挑選 齁 然後烘的方式 你去注意一下 烘到他適合的烘焙度 我都覺得他絕對會是好喝的咖啡豆 齁 我其實 比較 比較 比較不喜歡大家說 一定要去喝到多貴的咖啡豆啊 才叫做在喝咖啡 才叫做在品味咖啡 我覺得這是比較不對的一個觀念 齁 那如果真的 真的這樣 那大家就一直去浸很貴的咖啡豆就好啦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是用百分比來抓 利潤的話 其實越貴的咖啡豆 對廠商來說 算是 絕對是越好的啦 齁 因為利潤越高嘛 你每天就是要喝那麼一杯 你每天就是要來我們那邊外帶一杯咖啡 那這一杯我把毛利拉到很高 其實對我來說絕對是好的 對啊 只是我覺得 我覺得 當我今天是消費者的時候 我也不喜歡這樣子 齁 那就不要 把我不喜歡的東西 加租在消費者身上了嘛 好 專心打奶泡 今天感覺奶泡的狀態還行喔 算是我這幾天 打的算是比較好一點點的奶泡 早知道先用奶泡棒 齁 剛剛忘記了 好 可是底部就 底部倒太多啊 整個就糊掉了 這個角度 相機這個角度好像也看不到 沒關係 用那個 手機拍照 等一下傳到電腦裡 剛剛講到那個 漲價這件事嘛對不對 我們後來決定啦 我跟老闆娘後來決定 還是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 對啊 因為 對 我從 來面對牛奶漲價這件事 應該是每一個 咖啡店業者 最常遇到的齁 就是我從 開始打工的時候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那個時候 在九份的咖啡店打工 那個時候 剛好遇到我們 老闆他們在討論 就是我們的 牛奶 那個時候 批發價從 38塊 要漲到 43塊 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們老闆後來 就是覺得 哇靠 這個漲幅有點高嘛 所以他就 想要 找其他品牌 結果後來試了一輪 最後還是回到原本的啦 就是 因為你 牛奶這種東西 每一家的那個 加工法 處理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味道 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所以我們後來 雖然還是用回到原本的 但是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 每一瓶 牛奶的批發價格是 38塊 齁 那現在的批發價格是 70塊 對 我自己用的這個品牌齁 那我當初打工的時候 是不同品牌 這個要先講一下 齁 所以 呃 這中間 從我大學 二年級 開始打工的時候 到現在 其實我們 我一直在面臨著 這種牛奶漲價的問題 齁 因為我是退伍之後 就直接開店了嘛 所以其實我自己 當老闆的時間還蠻長的 中間遇過很多次 那對我自己來說 我比較不會去抱怨這種問題 因為其實像牛奶這種東西齁 廠商漲價有它的原因 就是它的成本提高 因為你像這幾年來說 我們 呃 台灣這邊的基本薪資 提高了很多嘛 那這個一定都會反映到 原物料的成本上 然後還有 國際上的運輸啊 齁這些成本 比如說像是進口的一些 可能是飼料啊 牛的飼料啊 牧草啊 然後還有 呃 油價 油價它會影響它的運輸成分嘛 雖然說油價 這幾年算是有 有 有漲也有掉啦 所以其實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範圍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 基本薪資的調漲 你自己想看看 如果一個公司有100個人 每一個員工突然之間 齁 增加了2000塊薪水 他每個月就會多了20萬的開銷 其實 想一想這個影響蠻大的 齁 所以 呃 漲價這種事情 你就是必須要坦然去面對啊 因為我說實話 比如說像油價好了 油價這種事情 不會因為你出來抱怨 不會因為出來罵政府 罵一罵隔天他就降價嘛 所以當你今天是一個 經營者的角度來說 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出來抱怨 而是 你要去找到解決的辦法 解決的辦法有好幾個啊 一個是 你忍下來 像我一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 你調價格 這個都是解決的辦法 那我覺得最不應該的就是說 當今天公司出現這種 需要去調整的東西 身為一個經營者 你他媽不去你的公司 跟你的團隊 研究你要怎麼因應這個問題 而是跑去罵別人 我們不管今天是罵政府也好 罵其他人也好 反正罵人是永遠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蠻多的 蠻多的經營者其實都很依賴這種 就是政府給你的好處 然後什麼協會給你的好處 可是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覺得 你開店做生意 你開公司做生意 你賺的錢是你自己的 那 憑什麼要別人幫你 對啊 我有時候覺得 蠻莫名其妙的啦 就是覺得 感覺好像 你賺的錢 你有想要拿出來 多繳一點稅嗎 不然為什麼你多賺的錢的時候 你悶不吭聲 然後你少賺錢的時候 你就罵別人 對啊 感覺好像 有點巨嬰齁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 面對一些什麼經營上的壓力 還有面對一些自己的壓力 其實我不太會 不太會去對別人抱怨 那有時候就只是 像 你們看到我在分享那些奇怪的留言的時候 奇怪的那個 YouTube留言 Facebook留言 那個其實只是拿出來 給大家笑一下而已 那個其實 那一種東西跟我日常生活中 面臨到的一些難題來說 那個根本就不算什麼 好 那今天 聊比較久啦 那希望大家就是 還是希望各位咖啡同業 就是這一陣子真的 不好做 因為夏天本身生意就 不會那麼好 那再加上 夏天剛好又是 牛奶在調漲的期間 那再加上這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比較少人 所以 還是希望大家就是先 共體時間 我沒有對員工說共體時間 我跟同業講共體時間 好不好 這樣就不是灌老闆了吧 好 那加油啦 大家 撐過去 撐過去 你會多面臨 一陣子的帳單 那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 拜拜 拜拜